蓝杰英等,但现在他们大部分都找到了好归宿,唯一星爷故苦伶仃,周星石53岁生日全民标类住院,而他与朱英的往事也被网友热搜,不知不觉周星石都现已53岁,星爷满头白发,好像在告诉世人,他已不再年轻,唯一让人感到惋惜的是,周星石一向未婚,也没有子孙,喜剧天分, 无人成绩,据香港媒体报道称,周星石在拍照功夫期间,在上海的一间套房内被记者拍到和一名小姐在一起,随后,不少媒体就写出了周星石嫖娼的论题,回忆起最初朱英字报曾与圈内红人拍拖,同赴外地拍戏时,却撞破了红人与另一女性偷情,所以就有了周星石嫖娼毁了朱英的八卦新闻。 其实,香港记者总是胡乱编造的,仅仅拍到一名女子,就称周星石嫖娼,实在是不担任,以周星石的女性缘,以及未知金弦,信任不会嫖娼的。 至于措施朱英,周星石应该是十分后悔与痛心的,但分手原因就不得而知了,跟周星石传过爱情的女星不少,有莫文卫,朱英,兰杰英等,但现在她们大部分都找到了好归宿,唯一星也孤苦伶仃,周星石现在都53岁了, 为什么还没有成婚,她是隐婚仍是在等待着祸人,周星石不成婚的实在原因,能够在她的电影著作找到,她其实是由于措施了,值得她一辈子爱惜的人,而终身不娶的,而那个她措施的女孩,极有可能就是朱英。 朱英曾在节目中大爆14年前曾阅历前男友劈腿,更不会沿当年因桌间事情而分手,尽管朱英没有揭露这位前男友的名字,但锋芒却直指周星石,此事被曝光后,如滚雪球般越闹越大,而资深电影人曾爆料,星爷分手后一向难忘朱英,为重修就好, 曾在台湾一酒店电梯门口吃等朱英,而朱英得知后必走侧门离开,此前在网上撒播一段那些年周星石的访问片段,星爷大爆自己唯一难忘是旧爱朱英,还夸奖朱英的演技,比自己优胜而大感压力,星爷字字朱击,句句曲线,不由让人想起了《大话西游》中,周星石对紫霞仙子那段经典的告白, 和那段现已逝去的爱情,周星石,唯一难忘只要朱英,其间星爷被问到陶雪威龙二有何难忘回忆时竟说,坦白说,难忘只要朱英一个,他要以一贯慢调私利方法议论就爱,他是一个,好艺人,还有,美人,他作为一个新人来说,我都感受到一点压力, 由于他的演技在我之上,说罢即不屑而笑,星爷又不忘嘲笑就拍当吴梦达,我觉得这套戏是达哥个人扮演,你看他就行了,基本上不必看我,星爷曾自曝喜爱女生内形是长腿,饱满,不要太高也不要太矮,眼睛大大看起来温顺,特性又要活泼心爱, 在他许多绯闻女友中,就只要朱英是和这个规范,在大话西游中,朱英扮,扮演的紫霞仙子,对周星驰痴情的神态,让一切影迷印象深入,现实生活中,朱英也供认他与星爷有过三年的地下情,不过,很惋惜毕竟两人分手了。 朱英爆桌间在床丑闻,周星驰被爆球序前缘曾吃,资深电影人杜惠东曾经在自己的专栏中,曝光朱英和周星驰分手后的一段往事,朱英是特性情中人,据知星爷心中一向难忘这位性感女神,据描述,某年冬天圣诞期间,周星驰赴台北宣传芯片, 入驻台北中山北路二段全台湾其实最尊贵的日式酒店老夜酒店,正巧朱英也因拍台湾广告被款贷入在同一酒店,星爷知道后双目放光,我要等他,随即就坐在对着电梯口的沙发,一向盯着两部电梯门,这样朱英下来肯定走不掉,不过星爷此举给朱英帮手,在楼下走过期看到,急速上楼报讯, 朱英迎牙一咬不要见此人,杜惠东描述这段故事就如当年台湾最盛行的年代区,回头我也不要你,其实,媒体封闻他们两人分手的原因,是由于影星莫文卫的插足,因而导致外界盛传,周星驰由于花心而决然辜负朱英,某些传媒也责备周星驰的风流不羁, 而周星驰则静静地,背负着不念情义郎君的责备,从未发表过任何正式回应,一起也没有再度正面约请朱英协作过,形成风沙冰冻的事业协作完结,记住有业界的朋友讲过,曾经有搭档将周星驰几位风文女友的相片放在他面前,并且说,咱们基本都觉得期间的朱英最美丽, 其实周星驰则欣然地说,是啊,朱英的确是个美丽的好女孩子,子,至此,能够说周星驰多年以来,唯一绝口不提自己与朱英的往事,那么到底是周星驰不念情义寡异,仍是其间另有难言隐情,当然任何事毕竟都会水落石出, 咱们就先从性感美丽的朱英来说起,信任众所周知,现已出道十多年的朱英,至今在业界仍然被称为性感女神,也比较被许多的男人和女性追捧,其实他在娱乐圈的绯闻并不多,爱情也相对比较专一,熟悉他的朋友们都知道,他的实在特性就像《大话西游》中的那个紫霞仙子,是个有着美丽清纯爱情愿望的美丽, 女孩子,而朱英自己就常常谦虚地说,自己仅仅个有些心爱的一般女性分了,朱英自己的解说是,心爱是从心里发出来的,只要外在美丽而短靴共同气质有什么用呀? 当年身处浮躁虚华娱乐圈中的朱英,本身是位具有正直特性的女艺人,从她那干脆利索而绝不牵丝攀腾的爱情艳历中就有所表现,当然其间也引现着红原命薄的丝丝滋味,回忆往日的情缘之路,除了被朱英称为作业情人的绯闻男友樊上皇外, 朱英共认自己有过三次铭记露骨的爱情,朱英十八岁时那段回忆深入的初恋,男友是他在演艺学业时的学长,朱英至今谈起初恋的往事时仍然苦楚不已,其实他们两人都很倔强,平常呈现小对立时谁都不愿认错,成果常常由于某件小事就会越吵越凶, 即使成人的毕竟导致分手,91年前后,朱英在参与导演陈佳上的《桃雪威龙2》这部影片时结识了周星时,朱英也是陈佳上看到他拍过的某个广告而发掘出来的新星,当年为了刻画朱英在戏中的共同人物形象,导演陈佳上乃至修改剧本以刻画出朱英更好的形象展现, 而朱英和周星时两人则在影片的协作中萌生了爱情,信任许多朋友还会记住,在那部影片中,周星时所扮演的卧底警察,在校园查案的过程中,需要女学生朱英的协助合作,在戏中他们有不少情斗初开的少男少女玩新闻的戏,这无疑是促进情感开展的催化剂, 很快,两人便被新闻媒体图文并茂地爆出爱情,而此刻周星时与女友罗慧娟的弟兄